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酸检测必须也为阳性才能照顾自己成阳性的婴儿 于是在中国大陆就出现了既神奇又悲惨的一幕 一个婴儿被确诊阳性之后被政府人员带走了 母亲跪在大街上哭喊 谁可以传染我为阳性 求求你们传染我 我好去救我的孩子 这种悲惨的景象真的完全超越莎士比亚的想象 谁能想到现代社会会发生这种事 然而整个中国没有人敢对政府说不 于是中国政府就变本加厉 只要呈阳性马上带走 也不管他的家里是否有重病的病人 也不管是否有八九十岁的老人 我们听说了多少因为核酸检测而被医院拒收的病人 尤其是那些需要做透析的患者 他们被拒后基本上也就两三天就要去世 而在中国也只能不疼不痒的发一发微信的朋友圈 再写一份感慨获得一点自己的安慰 但我们对待强权依然卑躬屈膝 逐渐的那些丧尽天良的残忍 中国人一点点都觉得无所谓 甚至欣然接受了 为了抗议 为了国运 为了某个宏大目标 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人反复突破一切的底线 绝对的服从 绝对的纯洁 绝对的可靠 丝毫不会动摇 这场训练的结果 就是让我们无条件的接受 不惜一切代价 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他们随时都可能被牺牲 在共产党所谓的大是大非面前 不要讲任何的代价 无论是一声令下 让全城几千万人居家隔离 亦或是送几万阳性 关进集中营 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隔离 亦或是将宠物任意的扑杀 或是凌晨四点 把所有人叫起来排队核酸 也或是让所有人的手机上 都安装一个24小时 跟踪核酸的定位软件 也或是宣布封城四天 然后无限期的延长 这一切的一切 在中国大陆都是反复训练 在验证大家的服从程度 中国人最基本的权利 母亲照顾小孩 丈夫照顾妻子 子女照顾老人 还有我们对人身自由 最起码的期望 全都被消灭的一干二净 如果你心里还保留一些善良 体面和同情心 脑子里还保留一点点 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这场训练的目的 就是给你清零 疫情的清零只是幌子 最终政府要做的 是人性的清零 是智商的清零 如果两年不够 那我们就再来十年 总之 让你剩下的只是服从和听话 到了最后 当局委会干部 牵着一批鹿到你的面前 问你这是什么动物 中国人看看领导的眼色 就会脱口而出 那个标准的答案 这就是服从性 我们都知道动物是可以训化的 其实人比动物更容易训化 人的服从性训练 有两个核心的手段 第一就是恐吓 第二就是剥夺 恐吓就是制造夸大威胁 如果不听从安排 那当事人将受到暴力的威胁 轻则罚款 重则抓进监狱 如果有必要 也可能人间蒸发 像文革期间 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超过抗日死亡人数的几倍 没错 中国人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 还是以上海为例 最近一个月里 有六万多名新冠感染者 其中重症为零 死亡为零 有一期节目我们说了 中国因为流感 一年死亡8.8万人 可是官方却反复强调 新冠的危险 听起来比鼠疫 癌症 艾滋病还要可怕 当谎言被一万个人重复 那就成了真理 于是所有人都陷入恐慌 把希望都寄托于政府 渴望政府能够重拳 出击力往狂澜 这和当年的希特勒的做法 如出一辙 希特勒宣扬犹太人的威胁 煽动全国人民大肆屠杀 而北朝鲜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 也是一样的套路 他们把整个国家挨饿的状况 甩锅给美帝国主义 但如果有人站出来 反对希特勒 反对北朝鲜 反对中国政府 那将得到暴力的恐吓 但是恐吓的服从效果 是短暂的 为了加强服从性 就需要加入第二种训练 叫剥夺性训练 比如怎么能让一头猪习惯吃垃圾 让一只狗习惯吃屎 其实很简单 就是饿他们三天 三天不够就13天 13天不够就30天 只要剥夺它正常的食物来源 到了一定极限 你给它什么垃圾 它都会吃到肚子里 吃的同时 还会热泪盈眶地感谢你 会赞美主人的仁慈和伟大 而且有点智商的人 还会引经据点 写万字长文 来论证 垃圾和屎 是地球上最美味 最有营养的食物 当隔壁家的狗 吃上了狗粮 狗罐头 甚至有自己的狗窝 可以自由活动 而吃垃圾长大的狗 就会很生气 并开始怀疑 隔壁的狗居心叵测 要破坏自己的美好生活 如果一只吃垃圾的狗 有这样的想法 说明剥夺性训练的效果很好 那回到人的身上 通过强制的核酸 群体隔离 长期封城 等等一系列铁腕手段之后 你会发现 中国的居委会领导 同意中国人出一趟小区 那真是莫大的幸福 很多人又开始感谢政府 早就忘了是谁让他们到今天的地步 这种情况就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就是剥夺性训练 中国政府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压着人上上下下不让说话 而是通过恐吓与剥夺训练之后 彻底的改变大家的正常思维方式 让所有人从正常理性脱轨 理解不了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 反而把自己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视为全世界的正常 比如曾经当红卫兵的儿子 会义正言辞地举报自己的亲生父母 为反革命 导致自己的父母被批斗被杀害 像这样大型的服从性训练 从来没有间断过 以前我们会想 十年文革全中国人民是怎么熬下来的 现在来看呢 不知不觉呢 疫情不也快三年了 所以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解封呢 直到大家服服帖帖 夸赞政府的制度 夸赞清零大法的英明 思想的封城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毫无疑问呢 中国需要讲真话的内行人 让一线的公共卫生专家说几句话 天也不会塌下来 但事实呢 今天的中国十几亿人里 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病毒为何物 消灭病毒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连小偷都消灭不了 老鼠苍蝇蚊子 哪一样我们消灭得了呢 最可怕的就是中国的政策 领导一句话 下面的人层层执行 但是在传话的过程中 又被层层的加码 保持一贯的自我审查的态度 于是就衍生了一系列极端化的口号和极端化的措施 结果造成了我们节目开头说的 一系列的人道惨案 真是惨不忍睹 但是清零还在继续 全国的服从性训练不会停止 留给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时间不多了 就算马上转入共存模式 上海恐怕也要承压三个月的转型期 上海要彻底放开 恐怕还要一年以上 到时候中国的压力会接踵而来 西方进一步的跟中国脱钩 人口负增长 社会老龄化 房地产 地方债务 雪上加霜 失业率节节攀升 不知道中国人民还能扛多久 经济其实也不是根本问题 凭借中国人的勤奋 随时都可以东山再起 但是服从性的训练 我们真的要扛一辈子吗 我们可以选择服从 但我们的后代呢 想一想他们生下来 就接受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教育 继续的为了这冷血的体制 隐忍一辈子 我们作为长辈 给后代留下这样的社会 难道没有责任吗 早日结束中共的服从性训练 只能靠我们自己 好吧 我是平凡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